二加一花钱居然能合法化 对你没有听错 我知道很多原配都知道 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可以追回男人给二加一花的钱 而且只要证据确凿 基本上一告一个准 而且我们在大量的咨询案例里也发现 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有效 而且迅速地让男人和第三者分手 因为只要原配告了第三者 那第三者都会找男人闹 一闹男人就烦了 而且男人发现老婆竟然开始上手段了 也就怕了会收手 这其实就是一个双方心理博弈的过程 但是最近几个月 我们通过一些咨询案例发现 第三者的手段已经开始升级了 他们问男人要钱要东西 不让男人转账了 而是巧利明目花样繁多 比如我们有一个案例 男的就直接给二加一现金 原配是根本追踪不到的 那还有一个案例 是男人通过工资 把钱发给一个员工 然后这个员工再交给二加一 我们还碰到过特别多的案例 是二加一直接开了公司 让男人以投资的形式 或者是买卖形式直接走工账 然后二加一买什么东西 也是以公司名义 还能退税点 所以这个二加一 一旦上了专业的财务手段 原配在钱这方面 真的就很难拿捏了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发现 会用这样手段的二加一 他们背后真的 有些就是有团队和赤狼团的 所以他们的信息来源就更多了 手段也更丰富了 而很多原配就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信心来源非常单一 所以搞不定 而且非常内耗